大家好 我是蜜蜜 今天就想帶大家去一間最近在SNS很紅的 飲蜜桃牛奶 我想到蜜桃水 飲蜜桃牛奶的一間cafe 前陣子我喜歡草莓牛奶 然後就很多地方都有買草莓牛奶 現在草莓牛奶就已經以前沒那麼厲害了 最近最稀的就是這一間我新學店的 這裡就是雲第九號出口直客 直行之後 如果大家知道A0在哪裡 其實它正正就是A0前的那一間二樓 到步的時候就已經可以看到 有一個貼著蜜桃牛奶的廣告牌了 好 那我們現在進去 這裡除了蜜桃奶之外 還有其他一定吃的 這間餐廳除了水蜜桃牛奶 還出了一個新的食品 也是有水蜜桃 因為水蜜桃到我時代 因為我今天不是太好 我輸了就沒有叫 因為我看到它的奶油吃得好像很大 這支的價錢就是 米蘿蜜桃 就是為了廣告 應該是 不慢慢差不多 是不是 那個瓶呢 我本身就這樣看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膠瓶來的 原來送到水蜜桃 拿上手蜜桃 因為它是過蜜桃 所以它也挺重的 這個牛奶 你們可以選擇糖食 或者是糖酒 你知道我走過來那時候 我選擇了糖食 我本身以為是整支很豪氣 開了它之後滑 它是會給我一個碗 給大家看看 倒完出來發現 它真的有超級多水蜜桃果肉 我現在就要試試喝 不吃啊 不知如何形容 這個很好喝 我本身怕水蜜桃會浸得很嫩 因為我看它浸在牛奶 不知是無論是爽爽的 那種蜜桃口感 而且它真的是超香水蜜桃味 它是跟牛奶的味道很合 這個牛奶就是淡淡的蜜桃香 蜜桃是很甜的 但甜的不會是假甜的 更甜 好好喝啊 我很想買幾支 回到港園書 我覺得如果是喜歡水蜜桃味 因為我本身是不喜歡水蜜桃味 然後如果喜歡水蜜桃味 一定要淡淡 試一下這間水蜜桃牛奶 不過我覺得它的尺寸 如果一個人要一次過堂食 好像有腰態度 會有罐木桃的感覺 因為它半瓶就可以倒到一碗的份量 所以我覺得跟朋友一起來share 多說其他小食都會好 那麼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了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分享 就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期再見 BYE BYE 好想說101現在播完整個月 整個街還會播 101接過 然後每次走過聽到都很想停下來 不知道在哪條街逛不逛 然後連續有三間店在播 三首不同 可能我第一首聽完Show 第二首可能播Never 第三首就播I know I know I know 超好笑的 連著聽完 字幕君